大家好,我是阿剑 做一个温暖的厨师 万万没想到把生姜放锅里面蒸一蒸 作用竟然这么大 很多朋友都还不知道 今天就把详细做法分享给大家 生姜,我一般都会买一些带泥土的小黄姜 它的辣味适中,香味浓郁 像带泥土的姜是没有被硫磺熏过的 所以吃的比较健康一点 而且保存的时间也可以更长 生姜不仅可以作为调料品 也可以作为极好的养生食材 所以我们平时,特别是夏天,要多吃些生姜 买回来的生姜放入大盆里面来处理一下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一大勺的食盐 给它搅拌溶解 浸泡十分钟 这样能够很轻松地清洗上面的泥土 十分钟以后,我们来看一下 生姜表面的泥土基本上已经泡干净了 水也是非常的浑浊 然后我们把生姜捞出来 放入另外一盆干净的水中 我们再找一把小刀 把整块的生姜分成小块 这样能把生姜卡卡落落的泥沙 彻底的清洗干净 现在生姜还比较贵 两斤花了我12块钱 不知道你们那里都是什么行情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生姜有不容易清洗的地方 我们可以借助家里平时换下来的牙刷 给它仔仔细细地刷洗一遍 为什么要用盐水去泡呢 因为这个生姜是生存在泥土里面 所以它的灰尘细菌就会非常的多 泡过之后再来清洗 这样可以放心地食用 全部刷洗好之后 再给它捞出来 用流动的清水多冲洗两遍 一直洗到水清澈为止 再控出水 放至案板上 用小刀将生姜上面受伤的 有残缺的部分给它切掉不要 这样就不会影响保存和口感 这里姜皮是不需要去掉的 因为姜皮是凉性的 生姜是属于热性的 两者可以综合一下 然后再给它改刀切成小一点的块 这样可以缩短蒸制的时间 亲爱的朋友们 阿健每天在很用心地分享家常菜 你就给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一个红心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今天这个视频你就给我点一个吧 非常感谢 全部改刀完成以后 直接给它放入蒸屉 扣上盖子 大家一定要记住 水开之后 上汽大火 给它蒸五分钟 五分钟后 我们打开盖子 哇 整个房间都是生姜的香味 然后给它出锅 放到外面亮亮 晾干表面的水分 再给它们全部放到菜板上 改刀切成薄片 尽量给它切薄一点 方便食用也更方便入味 蒸好以后 再给它切成薄片 这样姜的营养成分不会流失 像这种薄厚均匀就可以了 切好以后 再给它装到无油无水的罐子里面 往里面加入两把冰糖 加冰糖可以缓解一下姜的辛辣味 不喜欢吃这么甜的 可以少加一点 再往里面加入香醋 不喜欢香醋的 咱们也可以加米醋 或者是橙醋 醋的量一定要没过生姜 也可以放一点点的高度白酒 这样可以使生姜 保存的时间更长 然后盖上盖子 密封保存 进冰箱冷藏 腌制口感会更佳 腌个两三天就可以开吃了 生姜的功效真的是太多了 它可以驱寒 养胃 防止慢性病等多种功效 每天早上吃上几片醋泡生姜 对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 酸辣又开胃 是一个非常开胃的小菜 也可以用它来配面条 配粥 配米饭 都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这个做法 也是非常的简单 家庭小白 一看就能学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视频的最后 祝大家天天开心 八颗牙齿晒太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鸡蛋